我們的粉絲做這個Gothic Girl的首演 是九個第一次合體對不對 對 來 大家一人一支麥克風 真的非常的難得 好不好看 好看 漂不漂亮 漂亮 我跟你們說今天一定要非常的熱情 因為天氣真的很冷 你看他們都穿得好擔保 你們都很熱心 那種熱到讓他們覺得溫暖 好不好 好 很好的就是你 來 好不好 好 喊到少蝦就是這個熱情的力量 感謝你的支持 好 話不多說 大家跟熱情的粉絲打個招呼好不好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mm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彩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哥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几燕 明翰 明翰 大家好 我是明慧 明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舞璇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y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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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事啦 沒事啦 說真的就是 今天主要就是講的是寫真策 這一次寫真策的誕生 我聽說你們有很多幕後少數 其實這一次有拍五個場景 有教室 籃球上 還有一個露營跟海邊咖啡廳 分享一下有什麼心得好不好 那還是我們就從這裡 然後各自來講好不好 好 Emma先 好 因為我們這一次有五個場景 然後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有一個在運動場的一個場景 對 因為我們裡面 像我跟子妍就有跟金妮跟上妮 然後一起做個搭配 然後那個場景就有一點粉紅泡泡的 唉唷 很浪漫喔 對 有滿寫真書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對 我覺得那個算是蠻特別 然後就有一個粉紅泡泡的氛圍感的感覺 然後又好符合 這次白色情人節要來的對不對 對 對 張軒 我最喜歡的是我們烤肉的那一個 最後一個場景 也是穿像今天一樣粉紅色的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我們很認真在烤肉的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也很愛吃 我們就很喜歡吃東西 重點是肉是不是 對 很自然 然後我們大家就玩得很開心 好 台傑 我自己個人呢 最喜歡制服那一套 因為我覺得我距離高中呢 又幾年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那一天 穿制服的時候 有點重回高中的樣子 而且我們是在校園裡面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在教室裡面這樣聊天 我就覺得說 有一種真的回到高中跟朋友聊天 然後玩的樣子 就很懷念 是 出社會之後就有點懷念 對 讓我很印象深入 我是二十多年前啦 站一下一位 郭郭 我自己最喜歡是海邊那套 因為 我自己從來沒有在海邊 然後這樣給風吹 然後拍照 然後拍出來還蠻理想 所以我最喜歡那一套 對 來 詩妮安 我自己也很喜歡海邊那一個 因為我覺得 海邊是一個很放鬆的地方 然後那天拍得蠻開心的 雖然很冷 對 我自己最喜歡制服那套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拍的第一個場景 然後就大家都 很有活力的在教室裡面 然後這幾天回去學校上學之後 也覺得喔 可以好好上學 其實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就是 又想到當時拍寫真冊 幹工作的 然後重回學校的感覺也是很幸福的 對 是 謝謝子媛 再來明慧 我自己最喜歡是露營那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雖然是工作 可是又可以跟著 八位好姐妹吃貨 一起在烤肉 然後吃我們最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工作結合娛樂很開心喔 最喜歡的是海電影的 大家站在一排手牽手 然後跳起來的場景 因為我覺得 最後的畫面呈現很青春 然後我也很喜歡 是 謝謝雨學 再來依佩呢 我最喜歡的是球場 唉唷 球場 怎麼說呢 怎麼了 沒有人說球場 因為沒有人說球場 我要當獨特的那個 艾瑪是運動場嗎 對嗎 沒有 因為就是我們私底下 最多只會去咖啡廳拍照 或是去美的地方拍照之類的 所以就很常會 大家一起去運動 所以就九個女生一起去運動 就覺得很酷 然後這個畫面感覺很好笑 對 而且我可以想像美女 傷悍淋漓的感覺 那個寫真書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不氛圍吧 謝謝你們的分享 那大家聽完他們這個介紹之後 是不是覺得看了這個書 會更有感覺 更進入這個氛圍呢 應該會吧 那我也聽說這個寫真書 拍了一萬多張照片 一萬多張精選 精挑細選的這一整本 我相信你們也很難選吧 對不對 因為你們長得這麼漂亮 怎麼拍都好看 要怎麼樣精挑細選 應該也會有自己喜歡的彎皮 對嗎 有嗎 要講一下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張 沒問題 我們剛剛有先做了些小紙橋 這樣比較好長 我覺得很難選 因為真的每一張都很美耶 應該那一萬多張裡面還有很多就是 也捨不得不放進來的吧 對 所以我們就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自己選一張 自己最喜歡的照片 是 然後想說可以來分享給大家 好來 Ema先說你最喜歡哪一張 唉唷 最喜歡這一個是 好美喔 芭蕾的這一張 因為我其實沒有想過說 這一次的寫真書 可以跟我自己的專長性質 融合在一起 然後其實那一天已經滿晚 然後是後來攝影師就是發現說 欸我會跳芭蕾 他就覺得現在的 就是有點像是夕陽的感覺 就滿漂亮的 他就說要不要我們就拍一張 然後就意外的這張 就剛好被選進來這樣 真的要謝謝攝影師 可以捕捉到這個美麗的畫面 真的 欸這個姿勢不是隨便 每個人都能擺耶 對 就是覺得還滿感動 就是自己的興趣可以 可以放在裡面這樣 是很漂亮的 那張萱呢 我個人還是一樣粉紅色這一套 可是那是因為我們這個 這一組照片是那天晚上 最後一個場景 所以我們拍的時候其實 哇好粉嫩 很美 我覺得大家都是 最美的一張照片 就是這裡拍出來的 然後我們臉上 都是有醜男的 紅肉的臉 油 油脂 天然的油是不是 對 這感覺就是很 很自然 對 沒錯 其實我呢也是一樣 就是粉紅色這一套 但我覺得 我會選這一套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 平常九個人 基本上都在工作 真的很少有可以出去玩的時間 那剛好 藉由這一次呢 真的是我們第一次 九個人一起出去玩 然後拍了這樣照片 會覺得說 我覺得特別有意 是因為大家真的可以很放鬆的 然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然後吃飯 露營烤肉 所以就這樣這個特別有意 對 而且我發現 你們做鬼臉 不管怎麼做都不會醜耶 沒有 好可愛喔 怎麼這麼俏皮啊 拍照誰最不醜 那就不行這樣 就是我們一定要最醜這樣 很沒有藕包 但真的好可愛 感覺感情就非常的好 特別喜歡這張照片 是 來 微波 我自己最喜歡制服這一套 因為我覺得我離高中才剛 畢業不到一年 結果沒多久的事情 然後 有欸有 有聲音鬧什麼啦 抗議了嗎 太年輕了是不是 沒多久嘛 然後我們三個又都19歲 就是 就盲妹子 然後平常就都會這樣玩啊 然後畫黑板 所以就覺得這樣很自然 是最喜歡的一張 對 沒錯 制服美少女的 那立安呢 立安最喜歡哪一張 我最喜歡海邊這一張 因為我很 我本身就很喜歡海邊 然後我覺得這一整個 那個場景 那個氛圍感很棒 對 就是一個很快樂 還要再度假的感覺 對 而且好不像在台灣喔 感覺好像那個 對不對 浮龍的那個沙灘 對 美女配沙灘 對 整個畫面多美 對啊 看 還有浩子彥 來 子彥 子彥最喜歡的是 她的比較前面 也是制服的一張 大家都很懷念 就是過去學校的生活 我最喜歡 對 制服這一張 然後因為其實就是 就那個時候就是 拍攝的 老師 攝影師叫我看窗外 然後我就真的模擬 我在平常上學的時候 看窗外 然後可能有點發呆 想事情的 一個狀況 所以我對這張很印象深刻 對 呈現真實的自己 對不對 是 來 明慧 對 我自己最喜歡是在露營區這邊 然後大家一起吃棉花糖 那個時候我們在烤棉花糖 因為其他東西都還沒好 然後我就覺得其他人都超級會烤 因為他們知道 呃 你們知道棉花糖最厲害 是要烤到那種焦黃色 然後外脆內軟 對 然後他們都超會烤的 然後就是我烤的跟黑菜這樣 好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很歡樂的一個回憶 對 來 宇璇 大家都是精挑細選耶 對 嗯 我的是這一張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是覺得 呃 自己很漂亮 對 然後 就是一張角度跟陽光都秤好的照片 對 所以我最喜歡這一張 就是有中你的點啊 沒錯 沒錯 來 依佩 我喜歡的是跟郭郭拿著小時候的照片的合照 其實那個小時候照片是你們自己真的小時候照片 對對對 對 我們都是照護理翻出來的 對 因為就是小時候就是回憶 然後有一種這本書就是記載我們的回憶 所以有一種回憶 然後記錄著我們回憶的感覺 所以就很有趣 然後也是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體會 不同的記錄 對 很好 而且呢大家你看 剛剛他們分享了這麼多 也歡迎大家就去他們 所有拍攝的地點喔 去那些打卡 然後把認證照分享給我們 非常謝謝你們的這些分享喔 然後呢 講了這麼多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的簽書會嘛 但是在簽書會開始之前呢 是不是應該跟大家來個大合照 要不要合照 要 我們做個紀念好不好 非常難得九位精靈齊聚一堂 來 那我們九位精靈在前面喔